全鎮動起來 不管男女老少還是幼童 一起來打掃清理居家環境 也透過特別安排的話具 了解登革熱的防治與注意事項 縣鎮進入高溫多與季節 是必沒聞最容易滋生的時候 曹州省公所特別辦理史詩大會 展現防治登革熱的決心 今天是我們曹州鎮 登革熱防治的四次大會 在這邊非常感謝我們環保局 我們環境南區環境稽查大會 共同來辦理今天的一個四次宣導大會 因為我們屏東縣已經連續七年 沒有登革熱的本土病例 為了維持不讓我們登革熱 有登革熱的幼蟲有資生員 我們每年我們做宣導 有我們曹州鎮民 各里里長帶隊 帶我們各里的環保志工 來共同來試施來消滅 我們登革熱病美文的一個資生員 強調做足準備就不怕登革熱 尤其沒雨季節到來要預防水患 也要做好居家環境清潔 預防登革熱作亂 因此號召各里志工以及這名朋友動起來 將登革熱病美文資生員清理掉 我們特別跟屏東縣政府環保局還有我們曹州鎮公所來共同舉辦我們這個一個試施的會議 同時也要宣導我們登革熱防治的正確觀念 那很不容易我們屏東縣已經連續沒有登革熱的本土病例 那我們去年也在這邊曹州鎮這邊來辦一個試施的尋寶活動 那也獲得很好的迴響 那我們今年呢就是繼續在這邊舉辦 然後透過我們遊戲找小朋友來 還有我們清潔隊的志工里長 還有我們的鄉親時段 然後來共同維護環境 公所也利用活動再三呼籲及宣導注意居家環境及容器積水 其民眾加強尋 道 清 刷 例如輪胎 瓶罐 底盤 帆布 廢棄水塔等 一同來維護環境整潔 杜絕 登革熱 滅文思中 尋 道 清 刷 記者不聽張志豪 採訪報導